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头部的骨骼 是时候熟悉生刃带和生带开口了 要查看生刃带 我们将查看右侧甲状软骨板 已经被切除的标本 这是勺状软骨的生带图 我们将把生带添加到画面中 在这里 生刃带从中线的甲状软骨 延伸到勺状软骨的生带图的尖端 它们在前面固定 在后面高度移动 它们的张力受环状软骨倾斜度的影响 生带之间的间隙受勺状软骨旋转的影响 生带不是孤立的结构 它是这个锥形磨片 弹性圆锥的自由上边界 弹性圆锥附着在下方 一直沿着环状软骨的上缘 它的上缘 从这里到这里是自由的 形成生带 进一步连接到勺状软骨 弹性圆锥的前部 牢固地附着在甲状软骨上 形成我们之前看到的环甲正中韧带 这是头部的右半部分 粘膜完好无损 弹性圆锥就在粘膜下面 在这里 粘膜与生带紧密相连 也与勺状软骨的内侧相连 在生带水平 头臂之间变窄了 它的解剖学名称是生门 但在本节中 我们将其称为生带开口 它的形状非常多变 取决于勺状软骨的运动 这是一个活体的生带开口 这是从上面看 在安静的呼吸中 开口呈菱形 当我们深呼吸时 它会变宽成三角形 当我们说话或唱歌时 它会缩成一条小缝 当我们屏住呼吸时 它会完全关闭 请不吝点赞